你有胃病吗 现代人压力大 饮食习惯改变加上作息不正常 容易导致食道与胃之间的扩阅肌松弛 造成胃酸或气体回流到食道里 形成所谓的胃食道逆流 根据统计近20年来 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率已经成长超过5倍之多 平均每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深受其扰 来听听医师怎么说 胃食道逆流不但会造成一些白天的症状 特别是很多病人他会发生晚上的症状 那些晚上的症状会造成他非常多生活的不便 也影响第二天的生活品质 有的人会造成更厉害的溃疡狭窄 甚至在外国还会造成胃食道的一些粘膜的变化 特别是在食道有些还会造成所谓的巴雷式的食道 甚至于引起食道的陷来 美国最新研究指出 胃食道逆流患者在夜间出现症状的比例高达89% 生活和睡眠品质深受影响 甚至造成隔天工作效能下降 如果患者又借由咖啡茶或进食来提神 恐怕将会加重胃酸分泌及逆流症状 长期下来造成恶性循环 使得疾病控制更不易 来听听患者的分享 晚餐大部分到十点以后才吃 有时候可能会应酬 应酬之后我们的睡眠时间就不足 甚至我们宵夜吃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当我发现我开始觉得症状很不适的时候 就是我晚上睡不着 就是回到家之后我躺下去 发现我整个感觉 那时候不知道是胃食道逆流 就觉得胃酸是这样一直冲上来 一直冲上来 然后会想吐 有时候我会 我一开始比较好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就是我没有办法 没有吃药没有办法控制 虽然透过药物 可以改善胃食道逆流患者的症状 但治标不治本 民众还是应该从改善日常生活作息着手 最好能养成良好运动习惯 才能适时调解压力 让疾病远离生活 就行 我会想吐 感谢观看